大Sir檔案 主持 阿通 Eddie Sir Joe Sir 歡迎大家收聽大Sir檔案 亦都很歡迎兩位偶像 包括Eddie Sir和Joe Sir 通哥你好 通哥說一下歡樂的時光 過得特別快 好像今天是最後 今天不接近 聽眾相信都很不捨得兩位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時間 開多一輯就正 嘩 嘩 口水乾乾的 Jo Sir 想想吧 多就很多 不能出街 明白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講真實案 以及自己處理過 所以更加投入更加真實 自己處理過 很多細節位 以及感受 以及職場的同事 反應 就是很真實的 沒錯 現場一樣 好了 Joe Sir 今天又不知道有什麼案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記得我第一集說過 我選擇做CID之後 有一個感受 不只是處理多個案件 發生了 做了現場 抓到人 其實最重要 就是搜集到足夠的證據 到最後 將那些犯人承之於法 等於說 好像踢球一樣 帶到球去到門口 對方的龍門 你要射入才行 所以要很小心 每一個環節 今天選了個案子 都放了很多心機 但結果如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宗案子 都頗嚴重一下 牽涉了十一宗的強姦案 而那個犯罪手法 就很特別 我想向這裏介紹一下 這一個強姦犯 專門去偷了的士 然後假裝的士司機去犯法 他會在夜間時分 等那些中間的士司機 沒有人開的車 在路邊 他就偷了一輛車 就去母小姐經常出中的地方 譬如九龍堂 專門接出完街的母小姐 首先打劫 然後就強姦 嘩 正正式式 真是鹹摩的士 真的嗎 不是鹹摩的士 鹹摩 鹹摩 鹹摩的士 我又跳一跳 為什麼會這樣做 事後抓到他就知道 他肯定 他們出完中一定有錢在室 哦 明白 還有第二 你去九龍堂那些 就收貴一些 起碼過錢在室 第三 他原來是要用暴力 他才興奮 才能做到 其實我多小時 當然抓到的 我才能說到這些 但過程就要抽屍剝檢 他在不同的區域發生 11宗都抓不到 到我去接手這個 重案組的時候 已經做到11宗 那我就要想辦法 做一個罪案的分析 除了情報主導 沒有情報進來 要自己搞 我看到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守株待途 怎樣呢 他來來去去 偷的士 都是幾個黑點 我這裡不方便說誰 總之我選了一個黑點 就是在九龍東的 那我就動員 全個重案組 不只是自己那一隊 是 四隊 除了有一隊要 standby接球之外 其他三隊 輪流幫我手 連續回兩個月 去那些黑點 有的士排在那些地方 去補他 等他來偷車 是 怨聲載道 未抓到之前 有沒有搞錯 SIR 明明高床暖枕 這個時間睡覺 就是 為什麼要安排這些 軍裝同事 都是三個禮拜 翻一個禮拜 你要我連續翻兩個月 怎樣跟嫂子交代 沒錯 為了破案 我解釋給同事 願意也好 不願意也好 我都希望早日 將賊人承之於法 承之於法 如是者 在我選擇的位置 就是地盤位置 通常都在免費泊車 晚上的山邊位置 偷的士 又是冬天 好像這幾天這麼冷 兩個月八個禮拜 拉又拉了很多單 車內盜竊 叫收音機 搶了一些散銀 對 拿了一些銀頭 或者在廿四小時店 打架 或有很多小刀 逛街 又撞他 那些都可以抓到 我真身就抓不到 最想找那個目標 沒有出現 真的激死了 就在我的行動 尾聲 已經受不了 那些怨言來了 又不可以再加班 總之做 我做完這個禮拜 就停 但是天網恢恢 那天的案件 就是我們下班之後 我們回到晚上10點 到第二早7點 下午 有個J.I. 即是我的文職 回到95 就叫我 有件事 很可疑 有一個人偷車 偷的士 就在馬勞山 即是水塘那邊大報道 大報道那裡 拘捕了 不知道跟我們這件事有沒有關 那就趕快下去接手 看看 就問回EU的同事拘捕 中鋒隊同事拘捕 對 很奇怪這件事怎樣拘捕 有一個人 他都不是好人 就是去喜雷 你知道他說什麼 喜雷即是一些毒品的買賣 是的 他那天不知為何 就福至心靈 去馬勞山那裡 見到有人叫的士 又到電話亭報警 就說 我看到有人好像偷車一樣 用螺絲批來叫車 報警力的車已經離開了 那些EU同事跟他鬥折 搞了一個多小時 那個賊 即是偷車的賊 又駕駛的士去那裡 原來看回 我那11宗的案件也是 他通常那個賊 用完的士 都是拍在他偷車附近 希望別人不報案 他沒有損失的 他拿你的車去做案 即是說有報案的十幾宗 沒有報案可能更加多 那這宗同樣 就是我們找那個賊 他拍在馬勞山的停車場 在水塘位附近 那個喜雷的好朋友 好市民 就說是這個了 就是這輛車了 很容易記的車牌 譬如AB234 很簡單 就拉他一輛偷車 因為EU的同事 不知道頭不知尾 不知道有這麼厲害的事 重運組正在處理中 那我呢 說一說 周Sir通過 我們這樣的 無論什麼人事 什麼背景 只要他能夠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 我們都可以幫我好市民講什麼 這個當然 所以其實回到一會 市民不要看輕 自己看到某些事情 經常的宣傳都有說 沒錯 有懷疑打電話 報警幫忙 輕則就好像有一個偷車案 原來背後 周Sir一會兒就破解了 原來後面牽連到 有更加嚴重的事 這麼多連環的嚴重罪案 沒錯 好了 手到琴來 拉他之後 看看他的背景 他就很踏定 打算是一宗TCWA 我們叫擅取交通工具 擅取交通工具 俗稱偷車 雖然有少少分別 無論如何都不會重 當時他有份正當職業 有一間已經經營了三四十年的電視台 正當職業收音師 那間電視台現在都不在這裏 那我都不開名 照說 都要顧一下 都要顧一下 我發覺周Sir很多東西被聽眾估 事實是這樣 OK 我們除了看偷車那一宗 已經斷到正 不用說 有麥洛斯批 就開始用以往的十一宗強姦案 去那裏 跟他對 各方向調查 他就解釋得很清楚 我都不在香港 我收音師 我整天都出去 我除了在電視台 我還要去外國接工作 去拍戲 你說的時段 我都不在香港 總之就說 不在場證據 他說而已 我們要檢查需要時間 就給他擔保 還有最大的問題 當年 在九幾年尾 還沒有DNA 我看回舊檔 全部的記錄 都是得那些 Body Food體液 要一個很長時間的調整 還要他肯提供 提供 或者在現場穩度 又缺乏這些東西 你偷車 你不能遇到他拿這些東西 就照做 有什麼就做什麼 他擔保了之後 第二次回來 還請律師來 不要緊 有律師 就照做 當年還好 先罰他五千人 但是 我們初步的結果出來了 就是 他那十一次 說不在香港 去拍戲 去收音 都是說謊 全部都是在香港 真的有點露出馬腳 所以 他又帶了律師來 這次是調轉 第一次拘捕他 什麼都說 這次什麼都不說